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当地时间 还是5月22号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乘专机 从韩国又飞到了日本 开启他所谓首次亚洲之行的第二站 因为我们知道拜爷爷登基以来 过去调子很高 只有欧洲才是值得他亲自拜访的地方 那么这个亚洲国家 就是直接呼之则来 呼之则去 叫你们来你们就来 所以过去都是叫日本的首相到美国来 叫东盟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到美国来 拜爷爷是没有自个去的 现在拜爷爷首次出行到亚洲 而且只驾临这两个国家 东南亚是没份的 所以你看看受到多大的恩宠 这拜爷爷先驾临韩国 现在欲驾日本 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一次 如果说在韩国谈的比较多是如何防范朝鲜 那么在日本就完全直接开门见山 谈中国谈台湾 而且今天这个耸动的新闻标题 那就是在拜登与日本的首相在会谈完后的新闻发布会 那拜登接受记者提问 问到关于台海如果发生武装冲突的时候怎么办 结果拜登直接说 直接说美国将会采取军事手段干涉中国大陆武统台湾 这是美国政府的承诺 那拜登还强调说 虽然我们签了这么多的协议 那我们有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我们认为使用武力攻台的话呢 仅仅用武力要来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话 是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 所以呢不能用武统台湾的方法 虽然我承认这个One China Policy 但是呢不能用武统台湾啊 那如何在如果在结合起呢 前一段时间美国国务院的官宣都变了 那到底还有没有一种政策 当初的中美三公报 到底还算不算数 到底美国还承不承认 或有没有认知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恐怕现在也都有可以动摇的空间啊 虽然我们看到今天最耸动的标题 就是这个拜登他直接说了哦 如果武统台湾发生 美国会出兵 而且邀请日本一起动武防卫台湾啊 这是拜登特别选择在日本 来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在放话完以后呢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在拜登讲完说呢 他愿意用军事呢来防止武统之后 那么这个现在呢 美国方面呢又通过这个路透社啦 一些外媒啦 又犯话说有一个不具名的白宫官员强调说 美国对台的政策呢没有改变啊 那其实啊这个我们看到啊 这一次拜登在东京的记者会啊 从这个记者直接问他说 如果大陆要武统台湾 你会不会军事干预 他就直接回答说是的 记者再问他说你会吗 然后拜登再点头啊 然后说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啊 他说我们有one channel policy 但是如果大陆用武统的话那就不行啊 所以呢他说就会扰乱整个地区 而且呢会成为一个像乌克兰战争一样的行动 所以呢他说如果真的发生 他会用武力来对付大陆 来明正这个大料 把拜登这么说了 那那个不具名的白宫官员讲说 对台承诺不变 这个你怎么看呢 综合起来来说你怎么看 首先我就讲上礼拜这个 我们不是在谈说这个苏立文 跟这个杨洁篪的对话吗 那我就说当下那个情况 还没什么好评论的 因为我觉得那还只是一个 外交辞令的对话 还是要看实际上 拜登到底来了亚洲干了啥事 对不对 对你这么一讲我还想起来 上星期四我们才讨论过 那个时候这个杨洁篪才刚刚也料了话 对 说美国不要搞啊 你搞了的话呢 我们说到做到啊 今天拜登就做给你看 说给你看 对对对对 就是拜登的 我们对拜登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对不对 他实际到了亚洲干了啥事 才是比较准确的 否则那边嘴炮来嘴炮去没有太多意义 那他首战是先到韩国了 那感觉韩国 在韩国的时候也没特别讲什么 终于到了今天重点的日本来了 这个日本还是比较受宠的 重点是要交付给日本 尤其是这个韩国还在第一线 你怎么知道突然讲话太刺激了 今天晚上睡觉 这个朝鲜军就越过38度线怎么办呢 对啊 那里还有朝鲜 还有这个京小胖 京正恩在那儿 虽然说现在朝鲜就有点疫情的问题 可是也很难说嘛 你在日本总是安全一点嘛 对不对 有事也是韩国就先挺住了 不需要担心对不对 那OK回过头来讲 其实拜登在先前 已经见过东南亚国家的 这个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了 因为他在美国见嘛 他邀请你们到美国来见嘛 然后最后开了这个 1.5亿的这个美金的援助 说要给这个东南亚 那那个我那天刚好听到 那个唐湘龙跟杨永明的节目 杨永明就讲说 他说这个如果是文莱国王 说1.5亿美金 开玩笑我抽屉里面 零用钱都不止这个1.5亿美金了 你还给我 文莱国王啊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他给东南亚东西 其实非常杯水吃心 所以说不太可能说 就能拉拢到东南亚国家 但看起来我觉得美国现在重点 不是放在东南亚 因为东南亚本来东协 现在跟大陆关系就还不错 然后再加上第一岛链 又空了一个叫做菲律宾的 菲律宾从杜特地震内开始 就不想再跟美国玩 不想靠 而这一次选举的选上的小马可氏 他也是这个基本上 人家说是杜特地的传人 所以大概政策也是会继续这样走 那唯一在这个东亚地区 比较靠谱的 现在就是韩国嘛 尹锡悦干掉了这个 那个文在寅的接班人嘛 对不对 文在寅本身人家讲 比较亲这个朝鲜 比较亲中 对不对 所以现在换上美国代理人来了 当然这个就比较重要 那日本本来就是这几年来 都蠢蠢欲动嘛 所以说呢刚好就是这两个国家 目前看起来是美国在东亚地区 最主要可以执行他所谓的围堵 中国大陆政策的重要推手 那当然到了这个日本之后 就爆了大料了 对不对 讲了说这个如果大陆 这个武力处理台湾问题 我们就要军事干涉 那这一次比较特别啦 是不具名的什么白宫官员来否认 以前好像不是苏利文就是布林肯出来否认 所以这种否认算否认吗 我觉得就是在打擦边球 就是我一再在讲 美国人现在开始会不断的玩切香肠的游戏 就是这边切一刀 那边切一刀越来越往核心的东西切过去 这里切一刀那里切一刀 那临时不是要切千刀 还不能死哦 不能让你死哦 对对对对 那所以说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 他现在就是要每天来挑衅中国大陆 那等哪一天中国大陆要跳起来为止 那我发现今天台湾的新闻媒体 好像都在讲说什么 台湾这次没有纳入美国什么印太经济 印太经济 对印太经济架构 我心里想说你傻了 为什么要把你纳入 你是准备要炎火引爆的炸药桶 那把经济发你这边不神经病吗 就是印太经济的目的 就是为了应对两岸有势的时候 这个这些什么印太这个什么东亚地区 日本韩国跟美国的经济贸易 你不会受影响 那不是钱他们赚子弹我们挨吗 不就变这样 是啊本来就是 那我们这个打仗就有我们的份 赚钱没有我们的份 没你的份 开玩笑 你要打仗了哪有时间赚钱 打仗跟赚钱本身是个冲突的事情 知道吗 因为台湾又不是军火商 那打仗你怎么会赚钱呢 对不对 那好了那就很怪 因为过去大陆和台湾签任何的协议 基本上就是要来帮我们赚钱的 对对不对 那为什么台湾就是赚钱的份我们不要 然后反而美国每次搞任何的事 都是要推我们去打仗的 台湾就好好好开心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本身是做这个殖民地的儿皇帝 你还能说什么呢 你的选举如果不是靠 有人搞了一个反送中出来 你选得上吗 还不见得 说不定韩国瑜真的有可能会选 就假设蔡文的名调很低啊 对对19年假设没有反送中的话 韩国瑜选上未必不可能 包括我们看到很多当时的一些直播主 去采访那些什么 的游览车司机啊 都说我们愿意尝试给韩国瑜机会看 因为我们这几年经济真的很差 连那样子 我们一看就觉得是深绿的那种 这种开游览车的什么的 都要投韩国瑜了 结果为什么逆转 因为有一个反送中出现了 那请问一下谁能够搞反送中 民进党有本事自己去搞反送中吗 没有这个爹地在后面支持 请问一下你能吗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岛内现在这些主要的政治人物 谈什么两岸问题 国际问题都不重要 他们就是折连司机而已 他们只是另外一个折连司机 就是给你一个剧本叫你去演出 就这样而已 一切都是配合美国爸爸在演出 其他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再去分析说 蔡英文讲了什么话 吴昭燮讲什么话 什么其实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 一切看爹地的意思要怎么样而已 这个我们有网友刚刚说 这个美国国务院不是声明 维持现有政策吗 我在这边先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是 路透社引用未居民白宫幕僚的说法 说美国对台政策未变 所以不能算是国务院正式声明 再者 其实我们也要来探讨一件事 所谓的现有政策 或者是所谓的现状 是什么 现状是什么 每次台湾媒体就取台湾想要听的说 美国对台承诺未变 那美国对台承诺过什么 或者是现在可能大陆的一些网友 也许自己喜欢听的就美国说话现有政策未变 那你要先搞清楚现有政策是什么 现有政策 美国最新的讲法 我们看到官宣为准 它的现有政策就是说 我遵守第一顺位台湾关系法 第二顺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第三顺位对台六项保证 组成的所谓一中政策 One China Policy 这个在外交上用语是很精准的 一中政策和我们中国讲的一中原则 不一样 一中政策是美国讲的 以前面这三者构成的它的政策 所以一中原则是你大陆自己的 那过去美国还会讲一下说 我知道你有一中原则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知道但现在这一段他也拿掉了 他不再说他知道不知道了 就我没讲 所以知道不知道 这个随他高兴 他也可以装装傻 那么现在我们大家所关注的是说 那拜登最新在日本所讲出来 如果武统台湾发声 美国要用军事去干预 这是我们的承诺 那这到底是拜爷爷 他脑袋晕头搞不清状况 以为说美国原本的政策 就刚刚我所念那一大堆 台湾关系法 中美三公报 对台六项保证 包含要军事干预武统 他以为本来就有 还是说这是拜登最新代表 美国政府的承诺 最新的承诺 因为过去我们听大家认为说 美国在武统发声的时候会干预 最多只能算是一种 暗示性的承诺 implied commitment 就过去普瑞哲说的 他建议这个喜乐岛的台独领袖说 你们不能把这种 implied commitment当真 这只是暗示性的 那现在拜登算是把这个暗示性 把它明示性吗 明正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我这样子看 这个美国人在玩这一套东西 其实这几天 黄志贤志贤姐写了一篇 讲得蛮清楚 就是美国人在玩 所谓一中政策 就是中国大陆讲的是一中原则 这是一个原则不能动的 可是美国人讲说 我的是一中政策 政策就可能因为我的需要而改变 美国人就在玩这个东西 那我想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基本上中国大陆跟这个 还有台湾也是 欧洲啦 都是属于叫做大陆法系 也就是所谓成文法 你写下去的东西就是成文法 可是英国跟美国搞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不成文法 就是说他们依据判例来做决定 判例就变成他们的法律 但是有新的判例 就可能盖过前面旧的判例 所以说请注意 这是一个动态式的 就它在变化 跟成文法不一样 成文法是法写在那边就定死了 所以我认为美国人就在玩 他把两岸关系 所谓的一中政策 就当做一个叫做不成文法 在这边 那我虽然写在那里 可是呢 我的这个政策是动态的 动态心灵嘛 我也可以动态调整嘛 对对对对 今天拜登讲的话 就是一个新的判例出来了 但是呢 白宫后面又否认 可是他否认的力道 当他不强大的时候 那新的判例就等于成了 目前当前的主要 有关一中政策的 法律文件一样了 所以我就在讲 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动态的 你不能够去听他讲那些东西 说什么 我们维持原本的政策 没有改变 那都是讲给你听的 如果没有改变 那国务院干嘛删那些文字 何必要改呢 不需要啊 所以就是因为正在改变 所以他把这些文字都删掉了 那美国他重点在做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 尽可能的掏空一中 就跟台湾的情况是一样 台湾民进党在岛内 是做什么事 尽可能掏空中华民国 就中华民国除了 剩那一层皮 剩那个名字还在以外 其实在岛内 找中华民国 根本就是名存实亡 早就不存在了 就是台湾国了 而当岛内已经掏空了 现在就美国要来掏空 国际上的 就他跟中国大陆之间认知的一中原则 那他的一中原则 就不仅的掏空 不停的把你东西挖掉 把私事东西挖掉 然后呢 又让你大陆呢 好像也不能讲 我没有违反我的一中原则 一中政策啊 我的是一中政策 我没有违反 还是做三个公报什么这些的 可是他把什么 认知到什么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拿掉了 不支持台独也拿掉 就是不停的在掏空 他的一中政策 这就是实际的情况啊 正在发生吧 我看了一下拜登的原话 他在回答这个日本记者追问说 你是不是同意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如果武统台湾发生的时候 美国会保卫台湾 用武力保卫台湾 拜登说会 又点头啊 那记者在追问 那拜登说这是我们的承诺 原话叫做 That's commitment We made Made 他用过去是made 所以呢 他好像认为说 这个是本来美国就做过的承诺 不是新的政策 本来美国就做过这样的承诺 所以我来问一下民政啊 就简单的回答 你觉得到底拜登是 他搞不清楚 就他不晓得美国的所谓 过去对台政策是什么 还是故意的 故意混 故意装疯卖傻 我认为当然是故意的 绝对是故意的 因为就是 很多人以前不是都讲吗 在拜登刚上任都讲 拜登是国际关系的老手啊 以前帮着欧巴马 干嘛干嘛 什么都扯一大堆吗 不是都讲一大堆吗 那他是个老手 为什么天天在犯错误呢 一个可能是 他真的也许今天年纪有点大了 可是我觉得在这一次事情上 他并没有要 所以说并不是不小心犯这个错误 突然拉锡了啦 或者是一下子放空了啦 最近比较有趣的是小布希啦 小布希说 怎么可以容忍有人这么独断的派兵 去攻打伊拉克呢 当然下面算是昏倒了 那不就在骂你自己吗 他本来要讲 他本来要骂普京 他本来要骂普京啦 对对对对 结果他讲说 怎么可以这种独夫跑去打伊拉克 对不对 所以就算在讲你自己 对对 可是这一次 我觉得看拜登那个表情 不像是这种有点 不小心脱口而出讲错了 我认为他们是有准备的 包括一样配合着他整个行动来看 而且在美国讲 在日本讲 在日本讲 对在日本讲 这都有意思 对对对很有意思的 因为日本其实严格来说是 我觉得比较低岛链的第二线 第一线是韩国跟台湾一直到菲律宾嘛 但日本有点退在后面 所以他有点躲在后面 然后放个比较凶狠一点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讲着美国人做事情 就是听其言观其 还是要看他实际行动 他如果没有改变 请问国务院为什么要删除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不停的在挑战 一中的底线嘛 一中到底是什么 我的是一中政策 你的一中原则又到哪里呢 他就在挑战这个东西 这个有网友在补充说 可是白宫发言人也有出来澄清说 正如总统先生所说 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 总统拜登重申一中政策 以及我们对台海和平的承诺 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 为台湾提供自卫的军事手段 所以差别在说 到底是美国提供一些资源 让你台湾去self-defense 就是自我防卫 还是如同大家今天所质疑的是 现在变成是美国要直接support 台湾's defense 或是come to Taiwan's defense 直接就是加入到防卫台湾的 这个行动当中 我刚刚明正的意思说 这都是文字游戏了 一把手已经讲完话了 后面你说是擦屁股 很可能叫做装疯卖傻 扮黑白脸 也就是我们在谈判的策略当中 常常说的 一定有的时候是幕僚 故意扮黑脸 老板在扮白脸 这回不一样 这回是拜登扮比较黑脸 讲比较凶 幕僚来白脸 明正怎么看 我跟你讲 这就是拜登要达到的目的 他就是要创造模糊 就是这个所谓一中政策 越来越模糊了 会奇怪 你有台湾关系吗 不是这样写吗 可是拜登不是这样讲 官宣有不同的讲法 网站有网站的讲法 白宫有白宫的讲法 发言人有发言的讲法 他就是故意要创造模糊 让你搞不清楚说 我美国的政策 这就叫掏空 我一直在讲 他就是在掏空一中政策 他的一中政策 然后也要测试你一中原则 底线在什么地方 我一中政策越来越模糊 以前是很清晰 就说讲得很清楚 中美三公报 什么这些东西 可是当拜登嘴一出 就糊掉了 那什么军事 嘴一出就糊掉 这句话听起来好怪 他故意的 我说他故意创造这个模糊 就说我讲说 要军事干预台海 那到底是军事干预 每个人就要问 到底军事干预 到底什么程度 那白宫的意思说 依据台湾关系法 那还是要提供武器 台湾自己去打 可是感觉拜登的意思 好像比这个更多 就每个人开始 自己内心就开始演戏 就开始想起来了 包括这个东西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让大陆疑心病 越来越重 第二个让台湾岛内的 这些台独 越来越觉得 美国会挺我们 美国会挺我们 反而越来越愿意 而走险 因为请注意 如果美国的政策 是要武统发声 那就要给台独一点信心 否则台独怎么敢搞 怎么敢再走得更前进 对 台独不前进 武统就不会发声 对 我们看到 哲联斯基就是这样 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承诺 所以开始讲了 加入北约要入线 甚至开始谈说 可能要部署核武了 最后逼得普京动手了 那如果美国没有在后面塞狼 然后给了很多承诺 请问一下 哲联斯基赶 如果美国每天告诉你 你小心一点 俄罗斯会揍你 哲联斯基赶 没有就创造模糊 所以今天就在台海 创造模糊 开始说不定 一些台独也觉得 美国好像真的要挺我们 那我们可能 说不定可以来自宪了 要干嘛什么的 都开始了 所以最后 然后最后出了事 美国还可以怪说 是你台湾自己 做出的决定 就跟这个乌克兰也是一样 你乌克兰要不要入北约 是你做决定 跟我没有关系 就玩这套东西 可是最后 得力的一方是他 他就是 如果讲武统是他的政策 武统发生得力 他就得力